在北京时间7月29日23点 中国女排在小组赛对决 美国女排的比赛会准时打响 这场比赛必然是火星撞地球 对手是上一届奥运会冠军得主 不过在此前的世界女排联赛中 中国女排在蔡斌主教练的带领下 也是以3比1在分战赛击败了美国女排 在结合近段时间中国女排的状态 我们也有信心去冲击未免冠军 现在球迷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 朱婷在本届巴黎奥运会上能否打首发 如果对比朱婷在巅峰期的状态 那么朱婷现在表现是呈现下滑的 但是她的经验以及关键球的处理 仍然是球队中最好的主攻手 所以蔡斌也会权衡这一点 然后依据这几天的备战情况 根据朱婷自身的状态来 最终决定是否要安排朱婷打首发 巴黎奥运会女排晋级八强规则 12只参赛球队被分成三个小组 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和最好的两个第三进入八强 中国女排在同组的对手包括美国女排 东道主法国女排以及塞尔维亚女排 显然实力最强的就是美国女排 如果我们能够在揭幕战中赢下对手 那么中国女排晋级八强会水到渠成 反之一旦输球 中国女排也会面临小组出局的风险 在最新的采访中 蔡斌主教练表示 朱婷在日常的训练非常的投入 她现在状态越来越好了 队伍会根据她的身体状况 以及朱婷自身感受做出安排 我们要确保朱婷在健康前提下 能发挥最大作用 我个人预测 中国女排对阵美国女排的比赛 首发阵容体系将会是 朱婷 李莹莹 袁新月 王媛媛 刁林宇 龚翔宇 以及王孟杰 这套阵容是中国女排 现阶段最强体系 在比赛打响前 美国女排主教练 也是向外界放出狠话 他们也会全力以赴 在小组赛首站去拿下比赛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身为前女排主帅郎平 她也是飞复到了巴黎 这一次郎平是专程来为中国队加油的 郎平在此前接受采访 谈到了中国女排为何能够重返巅峰 她认为这是女排基因好 运动员绝对不能固步自封 要一直保持学习 也不能够丢下研究和刻苦的精神 郎平也相信 中国女排在年轻的教练带领下 能够重铸辉煌 此外 郎平为了支持中国队 她还将自己在洛杉矶夺冠的一号球衣 赠送给了帮助中国队 夺下首金的黄雨婷 胜李豪 铁狼头也是希望 以这样的方式 能够激励到更多中国选手 也希望中国队能够在后续比赛日中 勇攀高峰 争取拿下更多的金牌 为国争光